大家好,朱春奧 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已經在今月29日,即昨日生效 生效後,警方當然立刻洗太平地找人祭旗 市警在法律生效當日,即昨日主動出擊 到賭場巡查波 首次徵破一宗涉及經營為賭博而不法對援的案件 拘捕兩名涉案的內地男女換錢黨 被捕那名內地男人51歲 至於那名女人48歲,都是報稱無業 居案呈顯示,昨日法律生效後 市警隨即去老坦區賭場巡查 在吸衣室發現涉案的男一女換錢黨 搭散賭客交易對付 上前截查,並在他們身上手出合共五萬一千多元的現金籌碼 和作案手機,認為有充分的證據顯示 兩個人實施經營 為賭博的不法匯對行為 稍後將本日移交檢察院徵辦 其實很容易知道,走過去聽到 就算他不生氣,生氣其他人便會問 老闆不休不休 一聽到這句便馬上周到他 施警的嚴正指出 換錢黨活動已明確列為刑事犯罪 在娛樂場或周邊設施提供貨幣匯對業務 便會推定為提供賭博的用途 呼籲居民和旅客應該在合法的金融機構兌換貨幣 不應該透過換錢黨去換錢 昨日生效的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 增加了關於賭桌底的條文 最高可以判8年徒刑 法案亦規定任何人在不法博彩活動中 即是參與博彩都不行 最高被判6個月的徒刑 而且將換錢黨列入刑事法 規範任何用於賭博的非法兌換貨幣行為 觸犯法例最高可以被判5年的徒刑 這個法案條文更不只適用於賭場範圍 總之在整個賭家村裏 無論你在賭場還是酒店 甚至在房間裏 你搞這些非法兌換都是犯法的 司警曾經指這條法例生效之後 司警將會有法律的依據和執法權 處理換錢黨 今次被捉的這兩個換錢黨 不知道叫不幸運還是好運 因為以前做換錢黨捉到 最多驅逐你出境 以後不讓你入澳門 兩年三年而已 但現在捉到要坐牢的 不過幸運的是 不用捉回大陸 在澳門判的話 在澳門坐牢 應該可能給大陸好些吧 有法律之後 捉多幾個換錢黨 相信就會有阻嚇力 以後換錢黨會收收賣賣 秘密的感去換 應該沒有之前這麼猖狂的 好的一集就看到 之前的朋友都要訂閱 好 繁榮 還有一些關鍵 就這一招